有关那个全省这个地址合并这个范例 那因为呢我们还没讲到有关那个怎么样 其实有一个有个类别OS 它里面有一个叫Walk 它可以把目录里面所有的党名全部帮你找过一遍 但是我们还没讲到这个啦 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招 假如说我希望知道什么 因为我需要做的事就是开党 那开的党那就这些党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些里面的什么呢 里面的党名跟副党名帮我产生变成一个文字党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在上面刚刚有跟各位讲 其实DOS还蛮好用的 DOS有时候你都要看因为是古老的技术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还蛮简单的 它的原理原则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这边目录里面 都把它变成一个文字党 那你可以怎么说 一游标放上面 找到低叠的圈里 然后点一下打一个CMD CMD的话就跳出命令提示制限 就是类似DOS的环境 那以前DOS如果你熟的话 以前我们就打DOS 所以以前我们用滑鼠的年代 有没有 都全部都用打键盘 所以以前很会打键盘 但不太喜欢用滑鼠 好像我以前主管很厉害 你没有滑鼠 它就从来不会动它 它就一直在打指令 为什么 因为它以前就是都打指令习惯 你从来给它一个滑鼠 它反而不会用 OK 那现在你刚好颠倒 有指令不会打 一定还是用滑鼠 反正没有办法 习惯就好了 你说哪一个 反正习惯最重要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打一个DIR DIR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 那个档案全部帮我列 档案跟资料 有没有纸资料 全部帮我列出来 你会发现它里面就帮我列出来 有没有这些 但是呢 我只需要什么 档名跟副档名 前面这些不要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打一个DIR 空益格斜线 加一个问号 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让我用的 他会跟你讲说 有这里面的话有这些参数 如果你只是要简单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边 有个使用单纯格式 没有那些标题资讯跟摘要 你可以用B 所以你可以 这边的话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那个DIR斜线B 那他就会怎么 让你可以打那个指令出来 OK 那所以打一个DIR 通义格斜线 B Enter 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我要的资料列出来 那如果说为何你想要怎么样 把这个列出来的资料 变成一个文字板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DIR 空益格斜线B 在空益格 输出的话请你用小于 到哪里呢 到目录里面一个叫DIR.TST 请你帮我输出一个DST Enter 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讯息 但是他会把上面这些东西 帮你把它输出成DIR.TST 有没有 出来了 OK 那这样的话 不过他里面好像多一个DIR.TST 那你可以把它删掉 假设你不要 然后我们有目录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档 读到一个串列 然后做什么呢 读到串列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分别跑一个回圈 有没有 那把这个回圈里面的所有档案 做什么 开启 开档在写档 所以这个已经产生了 那这个时候把它储存一下 我们DIR 那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写呢 再来就开一个文章 这个文章我本来是已经 之前用贴的 不过我觉得贴太麻烦 干脆怎么样 你把它读进来 读给他这些东西 那怎么读 应该还记得吧 非常简单 如果你会用刚刚的方法 你就可以什么 F等于什么 Open 所以原本这个Open 我觉得拍照里面 读档太简单了 有没有 然后目录告诉他 哪个位置 所以你可以加一个R 位置的话就是在 我们的那个低叠底下的 全体邮局这个目录 就会点一下 如果你刚刚打过的话 你可能要重新出来 再进到里面 跟他讲说 在这个目录里面 有一个叫DIR.TST的东西 那你怎么样呢 帮我把那个档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做什么呢 帮我把它读到那个 我们的逗点 读取模式R 那理论上 他这个如果是用DOTS输出 后面应该就不是UTA吧 所以你后面那一串都不用 那我们可以怎么 R 怎么样 把F 点什么呢 把它里面的每一行 都读进来 所以叫Reading 叫什么 Reading line 加S 因为它里面的话呈现的是 一行一行的 然后帮我把这些东西 读到这里面来 OK 应该可以看龙的意思 然后做什么呢 首先的话 因为我需要怎么把它一个一个打开 所以一个一个打开的话 开的话就是先开这个三重嘛 那三重里面的东西开起来之后 所以第一个我要需要什么呢 把路径告诉他 所以我这边有个P P等于一样这个路径 后面就串这个Name Name的话就是把这个List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 假设第一个是把三重点TSC拿过来 串到后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串接的动作 但是特别之后 如果你是串接的动作 你可能要再多增加一个反斜线 OK 如果你是串接的话 需要多一个 如果没有给的话 它就会出错 然后呢 把这个P呢 放在这边 它就Open它 就是把我们第一个三重的路径 用读取模式把它开起来了 那开完之后记得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前面也用REELY 一行 REELY 很多行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你就用READ 它就把里面的 三重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呢 都帮你读了 读到哪里去呢 读到这个C里面去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 读了之后要把它写出去 写到哪里呢 帮我写到全省邮局下面的目录 叫O.TLT 而且特别之后你不能用W 当然你WD是OK 可是第二次它就附写了 一直附附附 附写最后剩一个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要PAN的模式 就是新增模式的话 不断的新增到下面去的话 那请记得用A 那最后的话如果你要写出去的话 请你用W 不过特别之后这个变数名称前面是F 你不能再用F 不然名称会重复 请你改成FW 然后最后把它write出去 那这个时候它就抓到三重 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也许它就 再去抓那个中立 再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再把它appaint到后面去 然后把它再写过去 逐一逐一逐一的写 写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在根木屋底下 就会看到一个of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di 把它读进来 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 它说什么 os出现错误 这个p 这一行它的目录名称 多一个这个 argument 所以它如果是 假如说我用那个 list 读进来的话 可能还要把这个trip 把它strip掉 否则的话它会多一个换行符号 我会产生错误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我讲的第一个 就是先在根木屋底下 先试一下 先cd 特别是哦 cmd 有没有 点一下enter 跳出来之后呢 请你用dir 这边的话记得就是说 斜线b 一空一个出出什么 一个dir.tsdi 试一下 画面先往里头 那先产生一个 它里面所有的那个 那个档案 然后呢再去把那个档案里面的目录 那里面的档名全部读进来 让我们逐一逐一的合并 那就可以做到我们要的结果 就是那个载入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反斜线n去掉 所以呢如果我在nam 那个档名的地方 后面加个strip 那最后就ok了 所以把它点strip 然后把那个 后面的换行符号拿掉 再去执行 一执行就ok了 所以把全部合并完成之后 再开启all 就大功告成 而且往下看一下 应该好像看起来应该没什么 太大的问题 不过好像要找到另外一个眼神性的问题 然后它 最后一笔好像还要强制拉放 我觉得它好像贴到后面 中立下一个档 好像就会变成 串在后面 会有一点问题 大家回来看 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那个逻辑先整理一下 那主要就是利用那个DOS的DIR 先输出目录 输出我们需要的那个 目录里面的档名 然后再利用那个REALIZE 先把它足以读到一个串列 然后再得到完整的路径之后 再去开启它 这部分请各位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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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